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放置手游呢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差不多嘛 那回合制及時制 又或者是說這個卡牌制的 那不管怎麼樣呢放置英雄的這個機制呢 應該說手游的機制就是 基本上就是東貼一塊 西貼一塊 那就是看看說這個福利怎麼樣 以及這個乾不乾克不克 那這個放置武林呢 最近多了一個新的這個活動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今天趕快來錄一下 我們來看就是這個望生酒館 江湖模擬器 然後他也花花的時間 也不會很多然後一天可以 玩個十次這樣子 有一點怎麼講呢 反正這是我還對 很對我胃口的一個這個小機制 那他有很多個結局 這個樣子就是怎麼講 這邊有彩蛋然後玩起來 不會很累那我們來看什麼類型 他可以先洗牌 洗牌的話呢你可以先選擇這個 投胎的角色那他有什麼 難民農民漁民啊那 他還會就是有一些比較高的素質 那但是呢我覺得齁 這個就是你不同的這個指 譬如說農民齁 我已經點到農民了是不是 好算了然後呢這個 就是你會有三個天賦 那你到時候你可以去繼承天賦 那天賦的話最好的話好像是紅色喔 那我現在我都是繼承這個這個 我這個金色的因為開場就會有聲望加二 然後呢這個體質也是很重要 如果說你的體質到零的話呢 基本上齁遊戲就會強制結束 好那他這個過程就是這個樣子齁 零碎齁然後這樣子發動天賦 那基本上呢我覺得體質是一個很重要的素質齁 因為體質零的話呢你就是 欸就是說你病死啊或是有的沒有的齁 所以呢我覺得先這個順順利利的過完60歲 差不多60歲左右的話我覺得比較重要 哇我連續扣了兩年體質 我體質只剩下三了 然後心智也只剩下一了 其實我覺得心智變成零的話 大概好像是會走火入魔喔 然後體質又減二了 喔問我有什麼想法 欸關你屁事別翻爺爺我 啊結果什麼 欸好這個好像沒有增加什麼東西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喔觸發彩蛋了齁這樣子 OK然後呢心智又加一了 喔我又觸發一個炒彈了 好然後再繼續 高光時刻一錦還香 喔喔我參悟天三則美首 啊心智又降一了 哇看來我的這個 欸心智又增加了 蛤還是死掉了是不是 我二死了 OK結局齁就這個樣子 好45歲齁人生 這個人生評分這樣子 好我要繼承 那我還是繼承這一個喔 文武兩開花齁 這個身旺加二武學加二 這個轉世再來 好那我們再繼續玩吧 武靈之子 唉呦這個 這個他的是紫色的齁 初始點數比較高 但是武靈之子我玩過很多次喔 我們就是要 就是要玩不同的這個結局 欸還是武靈之子 可是他的之子很高耶 好那我們就選這個吧 好武靈之子喔 我是選這個文武兩開花 全屬性大於7的時候 全屬性加5 可是我的屬性33 這兩個應該是加不上去喔 我先想看齁 體質小於2的時候 可是我的體質沒有小於2啊 武學加3 身旺減1 那這樣我的武學很高 55歲 體質加3 嗯這樣我應該可以多活久一點喔 好就這樣子齁 武學加3身旺 我的武學是假的齁 1歲武學就假 看一下齁 欸武學又加1 13了 糟糕我的心智有點差啊 我的心智快沒了 你結是一位天羅重的年輕人 呃 不一定都是壞人 哇 心智減1 我的心智是0耶 糟糕齁 心智0會怎麼樣 看一下齁 我心智是-1了 哦 負1又加1 心智又負1負1 又武學又加1 這樣我是一個完全沒有心智 然後然後的武學高手啊 武靈盟腐敗嚴重 呃 自己只要自學武學夠高 消小不敢造次 啊 這是心智扣1喔 然後再心智加1 體質又扣1 被魚刺 被魚刺卡到火龍 對沒錯 我也是很很怕吃魚喔 啊 心智又-1 我心智已經是負的 啊負2了 彩蛋 揣測人心 呃 妻子是好心的 既然是絕學就來學一學吧 啊 聲望-2喔 體質減3喔 有毒喔 練妖狐的古怪丹藥 啊 不錯不錯不錯 我已經活到50歲了 不錯不錯 之前有的時候十幾歲都死掉了 55歲 體質加3 這是我剛剛的那個天賦 這樣子 呃 體質又加3 哇 這個老當益壯了 體質越來越好 -1了 年紀大了 體質又-1了 武學加2 武學已經15了 我一年沒洗澡 體質又減1了 唉唷 這是我第一次玩到70歲 7-3 欸 我的心智超差的 你想不清楚什麼是正寫這份 意欲而終 好 結束了 這個樣子 新紀錄 這是我這個 這個人生評分很高的 好 然後再我要繼承 還是一樣繼承這一個 OK 好 我們再來 喔 山寨之子 不過再選選看喔 蘇香門第 這個還蠻平均的 又是武林之子 如果說你都選武林之子的話 你一直玩的話 可能 可能結果都是 都是結局差不多的 因為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武林之子的這個 這個 路線 他好像每一個 每一個出生都會有一些固定的路線 呃 40歲的時候 體質加1 體質-3的時候 隨便選 隨便選 然後就這樣子 他也有自動播放 或是你直接用快速的點 劃清界限 聲望加1 噔噔噔噔噔噔這個樣子 一直點一直點 蛤 這什麼東西 啊 這樣就結束了 我剛剛發生什麼事 鐵窗中的武林之子 應該我又有這個 開啟一個新的這個結局喔 好 然後我還是要再繼承這個 好再見 唉唷 不錯 蘇香門第 我比較少玩這個開頭 然後 我看一下 替換一個紫色天賦 聲望加1 武學加3好了 好這樣子 蘇香門第 可是我的武功很高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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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哎唷 體質加5千 唉唷 不錯啊 通四江湖 唉唷 都不錯嘛 還蠻平均的 武學也加1 呃 暗下決心 要有所作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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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唉唷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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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40歲武學加2 唉唷 蘇香4加 武學很高 哇一直 一直扣體質 然後結果最後最後面 撿到了一本 極英武功 然後就血氣上有反噬的王 我要掛掉了 好 56歲 人生評分2709 好 那就我要繼承 繼續繼承喔 轉四再來 啊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12點了是不是 好更新了 更新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齁 好了 山寨之職啦 好 再來 跨境 呃 全屬性大於7 這比較困難的 我現在屬性4 6 3 4真的是不是很高 隨便選一個喔 欸我還有天賦是不是 那就18歲的時候 這一個 然後全屬性大於4 哎呀就有一個3點差一點 呃不可兼得 30歲的時候 立壯好了齁 好 我父親是一個大惡人 對啊 我是山寨之子嘛 打翻這老頭的旗 欸你你被 呵呵 呃我打翻之後呢 我就被盜人帶走 然後從此不在紅塵之間 哇你看這個結局多快齁 好 這樣子齁 輪迴年歲 10歲 10歲而已齁 好重新開始 好 又是武林之子 魔後聖 武林之子 哇 還是武林之子 奇怪 怎麼都是武林之子 之子比較高啊 好 我就是硬要選一個難民之子喔 好 再來 難民之子 欸 心治-1 體質-3 好 我們這個體質高一點 然後 啊 不可兼得 心治-1 武學加3 心治-1 好了好了 愛的代價啦 這樣子啦 喔 我的心治超差的 只剩下一點了 偷雞摸狗 我偷了一個饅頭 被當場抓獲 這個叫做高光時刻喔 好 身旺加1 體質-1 好 體質-2 武學加1 不錯喔 心治-1 哎呀 獲得西星大法 然後結果心治-2 我的心治已經變0了 糟糕糟糕 好 繼續 六扇門的一位女俠愛上了你 你一直躲著她 身旺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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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治是0 可是 欸 我 我算是活滿久的耶 然後 這個 武林人士還推我為武林盟主喔 體質又加1 欸 兒女長大 又來了 又是看到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 基因的武功 然後被反噬而亡 力有未代的武林盟主 人生高框 偷雞摸狗 這個叫什麼高光啊 好 再繼續喔 轉世再來 怎麼都是武林之子喔 換一個換一個 山寨之子也是 嗯 好啦 好啦 魔教之子啦 應該會有一些不同的路線吧 再來喔 替換一個橙色的 然後 心治小於4的時候 心治加2 好 就這個吧 一念之間 我的心治3而已 這樣子 觸發橙色秘技 這個沒有觸發 這都要大於6 媽媽總是擔憂你 不拉不拉的 我體內有一股力量 喔 喔 體質加2 心治喔 武學又加1 唉唷 魔教之子 不錯喔 欸 觸發生日彩蛋 心心作態 心治又減1了 阿阿 心治又減1了 體力加1 體力減1 你學習打狗辦法的時候被狗咬了 得了狂犬病 好 你說啾啾 喔 OK 再來 父親死於派 教派內鬥 喔 體質加深 喔 加很多 你發現了教派在利用自己 欸 去找父親問 欸不對阿 他剛剛不是說父親死掉了 欸 利用這個機會獲得更大的權力 我是魔教之子嘛 對不對 喔 OK 哇 哇 不錯 都是加的欸 加加加加加 好好好 哇 霸王長級喔 又 拜訪少林 得到掃地生的指點 掃地生欸 開玩笑 是屬於天花板級的這個角色喔 呃 我有我的幾顆蛀牙 59歲了 哎呀 糟糕糕糕 可是我的體質還夠喔 哇 買了很多延年異色的補品 好 你還是無法理解自己的宿命 儘管武功蓋世還是暗然離世 啊 這個結局 暗然離世 這次的魔教之子喔 欸 其實可是我覺得已經玩得不錯了 來 再繼續選 好 再來喔 欸 蘇香門弟 欸 這個紫色的算不錯了 再選一下 漁民之子 商骨之子 哇 沒有 那我選擇商骨之子好了 嗯 這一個 體質加二 好 這個比較乾脆 嗯 好 心智加二 好 這些都是直接加的 加上去 好 小有名氣的經商之家 武學加一 體質加一 好這樣子 大俠帥還是私人帥 嗯 父親帥 哎呀 看到沒有 哇 有有有有 十歲 父親帥 父親慷慨多精 心智加二 不錯不錯 天啊 我的屬性還不錯耶 結果泛洪水被淹死 常常常常常就會這個樣子 好啊 這個結局我已經拿到了 所以說就 哇 什麼都沒有 好 我再繼承了 一天可以玩十次這樣子 武林之子 山寨之子 再投胎 再投胎 魔教之子 再投胎 還是沒有 哇 這個3333有沒有 這個這麼平均喔 還是商骨之子 看一下喔 小有名氣 心智小一次的時候 心智加二 這個好了 然後 聲望再加一 30歲的時候 聲望加一 看看 OK 小有名氣的經商四家 我的父親是五吃 生了一個女兒 噗啦噗啦的 還是一樣 父親帥 父親帥 真的耶 這個他的選項增加了這個屬性是固定的 父親帥就是心智加二 我的心智已經到了1了 噗 心智已經是假了 心智高會怎麼樣 母親問你如果有選擇 你會出生在這裡嗎 能選擇我想出生在大俠家裡 這應該是加武學吧 不用選擇 我很想出生在 這應該是心智吧 我看一下喔 對對對 我想出生在這邊 這邊是心智加1 沒錯 嗯 心智比較高會怎麼樣嗎 心智又減1了 好 體質加2 八段錦 心智又加1了 拜會神兵殿 然後霸王場景 天氣很熱 長的廢子 體質減1 出發彩蛋喔 有種叫萌馬的寵物很熱門 全城靜陽 不錯不錯 這是活滿久的 哇 這個華山論劍不幸落敗 父親去世了 你常給孫子講一些大小的事兒 哇 46歲就有孫子喔 不錯不錯不錯 替劉寡婦趕走的燒老他的虎皮子 53歲 欸不錯不錯 勢力開始變差 啊55歲了 不錯不錯 還活著 59歲 欸 長安雅夫 欸這是我的高光時刻 啊這個60歲 身體不好 61歲 嗯 體質又加1 我有學了一些武功 喔 我目明前往觀星樓 查看天命 看到人生坦圖 信心倍增 心智又加1 妖艷男子辯論 又減1了 喔 心心大法 又減2 體質又加3 又減3 又減1 年紀越大 體質又扣越多 糟糕 欸不錯 已經活到76歲了 77歲 生一些小病 很快就好了 這是我第一次活那麼久 80歲 81歲 82歲 82歲 一年沒洗澡 84歲 85歲 86歲 年紀大 經常無法入睡 你的精神很差 這也是沒辦法的啦 89歲 90歲 91歲 真的假的 我喜歡吃辣豆腐腦 好 我又一年沒洗澡 我的體質快沒了 只剩下1點了 好 你突然 臥病 臥床不起 明流之際回顧一生也覺得滿足 雨室長辭 97歲 好 這個活滿久了啦 這一個 壽終正寢的桑古之子 長安雅夫 好 我要繼承 再來 書香門弟 4444 欸不錯啊 4444 又是武林之子 魔教之子 漁民之子好像都是比較低一點 欸 武林之子 這隻換農民好了 好不好 農家樂 這 clocks 平素 液痰 similarly 做ぜ 這隻 Growth ��겠습니다 要敵人 一點點 這個 紅角 承除 四十歲的時候奮起直追,四十歲武學加二 藍色,全屬性大於四的時候,全屬性加於二 哇,糟糕,這個我不符合 你家九代都是農民喔 好,再來 體質-1,體質-1 完了,我感覺我活不久了,我這個體質不高 安詳更甜,更甜,更甜 體質-1 這樣子,聲望-1 好,我長了肺子,體質-2 這個,龍虎三,天師論道 不錯不錯不錯,我又吃魚被卡的喉嚨,體質-1 好,這樣子,風平浪劍的一點,心智加1,心智加1 哇,為了一本武學秘籍,你一頭撞進別人設置的陷阱裡,死於非命 啊,可憐啊 啊,這個 貪心被害的農民之職 呵呵呵,好 OK,那沒有關係,我們再繼續喔 啊,虧探次數已經用盡了 好,就這樣結束了齁 好,所以說呢,這邊也是有這個戰令的齁 這個結局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結局在這個地方齁 一共有 113個,然後彩蛋有 27個齁,所以我覺得 應該這個 對,這個應該是會有攻略啦齁 那不過就是,就是花點時間這樣點一點,我覺得也是蠻有意思的齁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啦,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RK,我們現在見,掰掰 拜拜 拜拜 小朋友 快點 快點 白點 趔